還有四面卡 你放信我這邊 入境台灣 每人抠照 收套戴緊緊 儘管禁遇 境外移入 確診病例減少 19號還是新增一例 案400是一個 108年4月21日 前往美國就學 那109年4月10日 發病 17日抵台灣 自然機場裁檢 19號 台灣一口氣新增了 22例的確診病例 其中一例是境外移入的 案420多歲美國留學生 108年的4月 他前往美國就學 今年4月10日發病 17日抵達台灣機場檢驗 但因為日前有媒體爆料 4月17日從美國舊金山返台的 長榮B217航班 疑似由旅客確診 長榮機組員員收到簡訊 要求該班機的機組員員 居家隔離到5月2日 讓人懷疑 難道爆料的疑似確診 就是案400嗎 跟這個案例是無關的啦 不過長榮那個案例其實是 他落地之後 他也誠實的跟我們做相關的說明 那我們後續也採取了 對他做了一些檢疫的座位 那目前他的第一次的採檢是陰性 由於長榮的飛機18號就落地 因此並非新增的案4敗 落地過後進行第一次的採檢 結果也都是陰性 但因為日前有境外移入的男子 從美國搭機反台確診 妻子隔天也帶疑似症狀登機 讓人憂心 如果沒有好好把關 不只讓機上的其他乘客 全部曝露在染疫風險 更也會是防疫的大漏洞 記者陳嘉隆 乖妮 台北報導